魔教第一人燕北妃在新婚之日惨遭暗算 与妻子被岳父除莽连同各派掌门 使用卑鄙手段截杀而双双隐命 临死前 燕北妃将儿子燕姑红托付给了苍松 奈何天意弄人 燕姑红把苍松视为杀父仇人 趁着苍松不被跳入大海 从此生死不明不知所踪 苍松失魂落魄地回到了武当 沉重的心情久久不能停赴 柳生一剑和燕北妃的遭遇 让苍松深刻见识到了名门正派的嘴脸 他们形势卑鄙不择手段 不过是一群欺世道名的伪君子 回想当初自己抛弃弃子 来到武当追求光明的人生 却不想正派形势更加无耻 全然违背了自己的初衷 这样的掌门之位又有何意义 不甘的苍松一箭挥出 偶然发现了苍必留下的日志 里面的真相让苍松更加寒心 7月初八 党门一职 我已经决定传位给苍松 可惜苍松出身陆林 唯恐他会做出有为武当之事 请得两位长老答应 如苍松做出有为武当之事 两位长老必以门归处置 众者格杀无问 显然苍必之所以传位于苍松 并非是出于对苍松的信任 而是因为这样更符合武当的利益 得知真相的苍松心如死灰 他昧着良心出卖艳北非 就是为了报答苍必的知遇之恩 未曾想 自己不过是苍必留下的一颗棋子 想通一切的苍松做出决断 找来了正直善良的苍木 将近段时间发生的事情和盘托出 有意将掌门之位传授给他 不过最可怜的 还是艳北非和柳生一剑 锁忙利用亲权 逼艳北非出手 不管他们两个谁也都好 但是结果都要被三大掌门 两大长老和我杀死 苍松告诉了苍木事情的真相 又让人将野心勃勃的苍山和苍丘 叫到了后山一事 表示有一件事要让两人替他走一趟 走一趟 为了苍木能够顺利接掌武当 苍山和苍丘两个不安定因素 一定要提前除掉 才能保证武当传承下去 而苍松武功的进步速度 也令苍山两人感到骇然 苍山两人出手攻向苍松 却依旧不是苍松的对手 苍松一把抓住苍山的左手 连续竖掌打在苍山的胸口 直接将苍山送去了西天 而后苍松越起追向苍丘 又是一掌送走了苍丘 苍松可谓是用心良苦 他在经历艳北非之事后 愿为自己不配成为武当掌门 而苍木的能力虽不出众 却使翟星人后一心修道 武当在他的手上 即便不能发扬光大 也可顺利地传承下去 随后在众弟子的见证下 苍木成为了武当新任掌门 苍松则是叫回原名秦百川 启程返回家乡寻找妻儿 令秦百川没有想到的是 他的府邸早已破落不堪 显然荒废已久无人居住 秦百川询问附近的邻居 这才得知妻子在两年前病死 女儿沦为了四处偷盗的小脊竿 见到女儿过得如此悲惨 秦百川的心中愧疚不已 他发誓会好好补偿女儿诺仇 两日之后 秦百川适逢其会 救下了乔春府和陆仁峰两人 两人同为草莽出身志趣相投 又见秦百川气度不凡 决定追随在秦百川左右 干出一份惊天动地的大夜 在下乔春府 在下陆仁峰 甘愿舍命相随 子而后应 好 从今天起 江南是我的 秦百川见江南群雄病例 百姓过得名不聊生 决定一统江南改变乱局 他的第一个目标 就是江南第一大帮飞鹰帮 秦百川带领乔春府等人 在江南大展拳脚 短短的三年时间 便消灭了众多武林帮派 包括江南第一大帮飞鹰帮 建立了一统江南的霸主势力七星楼 在下飞鹰帮坐下十三英之天英 对秦大爷深表拜扶 现在的部下一起投靠秦大爷 希望可以为秦大爷向拳马之劳 我们正在用人之计 只要你们忠心于我们 我们欢迎你们 谢谢秦百川